這屆是瑞求,也有好多時間沒有介紹到新文具 各位文具控是不是等到頸都長了呢? 來吧,今天繼續 這次要介紹的是一些看起來或者沒有發現到有什麼特別 但用過才知道好用的文具 大家對於masking tape應該都不陌生了 但透明的masking tape大家有沒有用過呢? 一般的MT主要材質都是紫,而這款是膠 所以才會有這種程度的透明感 所以這隻MT除了可以用在文具上 亦適合用在日用品上,特別是玻璃製品 才可以突顯到它那種透明感 還有另一個賣點就是它有些設計圖案 是可以互相垂直連接的 這樣就可以無限伸延做出密鋪的效果 要做多大就視乎你想要覆蓋的範圍有多大 然後要介紹的這一支起釘神器 雖然對於很多人來說應該都不太實用 但對於某些人來說 例如需要處理大量的文件或者要做回收 就是需要將一堆釘過的報告板 或者文件等等將釘起出來 它比起一般釘書機後面的起釘鉤 更加容易起釘 而且重點是這個起釘神器有一個儲存的空間 將釘起出來之後再拉一拉那支拉桿 那堆釘就會全數掉進這個空間 這樣就不需要另外花時間去處理釘 又或者怕釘飛到周圍 也不需要怕如果那個空間裡面有寵物的話 會怕它們踩到或者不小心吃到 以前介紹過的筆袋很多都是直立式 而且都強調空間有多大 而今次就反鋪歸真 這款我稱之為全開直膠小筆袋 大家一聽就知道袋身是用直膠做的 拉出來的時候就可以拉到卡位為止 就可以半開 又或者直接衝過卡位就可以做到全開的效果 雖然原本的空間擠不到多少文具 大概是七支筆的空間左右 而所以打開的方式也不太適合在戶外用 不過全開有一種一目瞭然的感覺 而且關上之後的感覺 設計簡約有高雅 袋身又防滑舒適度又高 就這樣拿起來應該都很解壓 感覺上會有一款很適合女性朋友用的筆袋 最後要介紹的這一支筆 就是聲稱在寫字之前只需要按一下筆 之後就可以一直寫到原心筆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呢 所以我就是實驗一下 首先為了做比較的是同一款品牌推出的 Graphic Gear 1000的原心筆 你一看這些痕跡就知道我應該用了很久 因為真的很好用 不過今次要Battle的是按一下之後可以寫多久 所以好寫並不是一個重點 如大家所見兩支筆都同時按了一下 所以兩支筆的筆心都準備好了 寫完了 用Graphic Gear 或大約一板的波浪 就需要按任意見來介紹 我意思是要再按筆才可以繼續 然後到今次的主角 自動原心筆 馬上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按一下就可以一直寫下去 因為在香港叫這些筆叫做原心筆 所以我會叫它做自動原心筆 已經寫滿整版了 我已經預備了五版來給他寫的 但在台灣或者大陸他們都會叫這些做自動筆 如果他們要強調這些自動筆 是真的可以自動將筆心推出來的話 那我不是要叫它做自動自動鉛筆 現在已經寫滿三版紙了 那已經足夠證明筆心不是說我用力上的偏差 或者寫的筆跡長短而有所影響了 他讀的時候好像 動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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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叫它做自動出心的自動筆這樣就好一點吧 對了 本身預了只有五版紙都寫滿了 仍然都是還沒寫完的 這支難道又是另一支的永恆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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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只是原心筆而已 這支筆心寫完 都是要再放另一支筆心進去的 雖然可以不用再按筆 一路可以寫下去的這個設計 比起以這個繪圖為重心的Graphic Gear更好 不過論手感和穩定度 我還是支持自己在使用的Graphic Gear 寫到沒有字了 哎呀 寫到沒有字了 但是呢 你看不到其實 是好像用了心的 但其實是沒有用完的 但是我已經寫得很累 所以 對了 它呢 那個玩法就是這裡 一壓它就會彈的 它只靠這裡彈出來 那支心 為什麼靠彈出來 而不是說這樣搖的 有些原心筆這樣搖的時候會彈到心 但是這支不是搖的 先把心搖 它是靠下面這支位一邊寫的時候一邊會彈 那支族也會彈出來 是不會出心的 按了一下之後呢 你一邊寫 一邊靠裡面那支族 回彈呢 那它就會 一邊彈之心出來 所以為什麼越寫越有就是這個意思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一些 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但用起來才覺得好的文具 不知道大家喜歡以上哪些文具呢 可以在影片的置頂留言裡面 以按LIKE的方式來選出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再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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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